给夏威夷带了啥 大家好我是玲玲 看今天带了粽子 因为我二哥呢有好蜂蜜 我们这边人呢都爱吃蜂蜜粽子 今天就带过去尝一尝我二哥的蜂蜜 还有一点呢就是之前呢都是我往家里带好吃的 这次呢必须得从我两个老婆嫂子呢带点好吃的回来 嫂子 你们又在吃饭呀 给夏威夷带了啥 哇妹妹带着粽子 对 哇好多呀 哇带这么多啊 嫂子是不是也爱吃粽子啊 对我们小妻吃粽子就像我们老奶们一样都是甜的 我们老奶们是放的白糖 我们小妻是放的蜂蜜 因为我知道你们家有好蜂蜜 所以我这次就买了粽子都带过来了 妹妹 你买这么多吃不完吧 肯定吃不完呀我还给我爸爸妈妈带了 那行吧给 等一下拿给伯伯一袋 主要是先拿你家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蜂蜜 现在把蜂蜜要带走 我们家的蜂蜜好吃 不上街道那买这段外套 你买蜂蜜的话 没有这么好吃 今天给你尝啊 对 街道那都掺了水了 正宗的蜂蜜粽子呀 太美了 来桑子 哇 尝一下 尝一下 谢谢 蜂蜜粽子 谢谢 不客气 让我嫂子的嫂子尝一下 达达 达达 可以 可以买哈蜂蜜粽子 好 嫂子你们尝一下 好 我尝一下 嗯 好吃吧 嗯 真的好吃啊 对呀 咱们这就是正宗的蜂蜜粽子了已经 糯米吗 糯米 阿姨尝一口 好吃 啊 好吃 好吃吧 好吃 好 我今天来的刚刚好 又蹭到饭了 这个我的 谢谢 谢谢嫂子 那我也尝尝我哥的蜂蜜 尝嘛 我在的 我又来蹭饭来了 正宗的蜂蜜粽子呀 你喜欢吗 嗯 好吃 嫂子 你们家的这个蜂蜜还是好吃呀 好吃 你喜欢吃的 到时候你回去我给你带一大瓶 回去我慢慢吃 我真有词意的 嫂子给了我这么一大瓶呀 太多了吧 三瓶里面这一个瓶最大了 没想到我二嫂给了我这么大一桶蜂蜜 那拿了我二嫂的 那当然大嫂也不能漏了呀 去看看我大嫂那里有啥好吃的 我得做到公平公正呀 嫂子 看 我二嫂给我给了一大瓶蜂蜜 你去杭州有没有给我带啥好吃的呢 怎么能没有呢 这个不是吗 哇 真的带了呀 对呀 你呀 两个都给我的吗 都给 等一下给你拿个袋子 好 看来我这次来还是成功了 还是带回去两样东西 主要我二嫂的也带了 你一可不能漏掉了 好 你走吧 哈哈哈哈 拿了两袋子去上我走了 嫂子 看 这就把你们两的东西都拿走了 本来那就是给你留的吧 本来这个东西就是军备给你的 那我来的还是时候 准备说带一点东西回去呢 看来还没有空手 都给我准备了好吃的了 谢谢 哈哈哈 嫂子你们在啊 我走了啊 阿姨在啊 嫂子我走了啊 嗯 拜拜 好 拜拜 嗯 拜拜 再拿点粽子和蜂蜜去我家 我们家人也爱吃 就都买了 这个是百花蜜哦 刚才在我哥家炒 吃的那个是 槐花蜜 爸给你炒看 炒哈味道 其他没法这么做 哦 嗯 这个蜂蜜也好吃 你炒 你炒 嗯 是不是 太稠了 嗯 太甜了 白花蜜好吃 还是这个百花蜜好吃 它就像苹果一样是两个品种 哦 嗯 吃起来不要这个香味重 那也就是爱吃香味的 嗯 嗯 好吃 好吃吗 嗯 这是我妈自己弄的凉粉 我给你拿 拿个小姐 就这样子 对啊 就拿一个 明天早上挑着吃 正常呢 我们这的蜂蜜粽子呢 它那个蜂蜜都是白糖水勾兑下来的 就没有这么重振 松松在吃 还是喜欢吃哦 嗯 嗯 这个是无家的苹果吗 吧 嗯 这个冰箱放到现在一年多了啊 一年了 一年时间 一年时间 看来咱们这的苹果很内放是吧 正常放在冷藏里面它一般不会坏 啊 削一个尝一下 我们这边的苹果还是挺能放的 到现在还是很好吃的 水分就是没有 刚从树上截下来那么好那么大了 但是吃起来味道还是不错的 那帮我回啊啊 哦 你赶回 好 行行 那帮我走了啊 我拿呀拿这么多 来的时候拿一小袋 走的时候拿一大袋 帮我走了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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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晚上就回来了